桃園中立殯儀館金船燒錯遺體 有民眾在臉書控訴 他的父親在昨天出病 不過當天卻發現遺體不見了 結果竟然是另外一間殯葬業者物領遺體 還推去別家的喪事火化 讓家屬真的超傻眼 質疑殯葬業者沒有確認好身份 其他的業者私下透露 疑似是承包的葬儀社把遺體放錯棺木 也可能是棺木上QR Code貼錯了 才會離譜到遺體從冰存到火化都沒有被發現 家屬面對失去至親的傷痛已經很難過了 沒想到卻碰上稍挫遺體的離譜事情 更讓家屬覺得不可思議 一命理先生在臉書還原經過 他說自己的父親19號出病 沒想到出病當天居然發現父親的遺體不見了 整個遺事全暫停 詢問後才知道居然是被另一間葬儀社 在沒有確認身份的情況下臨走 送往桃園火化廠完成了火化 家屬就質疑 雖然父親和立民往生者在同一天出病 但雙方姓氏不同 連棺木形式顏色也都不一樣 而且從冰存到火化 每個階段 冰葬業者都有掃描棺木上的QR Code 確認身份無誤 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 所以從頭到尾跟我們中立冰儀館 服務中心是完全沒有關係 遺體領出的時候 這個私人的冰儀館跟葬業者跟家屬 本來應該要領A的王者嘛 他去領到用到B 整個領出來的時候到底怎麼樣的確認 以及你在告別室都會做一個 最後一個擔養遺容 竟然沒有人 從頭到尾沒有人發現 其他冰葬業者私下透露會發生這種情況 疑似是禮儀人員洗完遺體後放錯了棺木 也可能是一開始就忘了貼上QR Code 送到火葬廠前才補貼 又沒核對身份 家屬回想出病當天到父親臨位前滑杯時 連六次都臭杯 現在才知道原因 但仍然難以接受 打算對葬儀社提出民事求償 這桃園縱合報導